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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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由按赋电线管和接力锦开始 听说 不如先讲一下安装按赋电线管时 要注意哪些地方吧 好啊 一般的按赋电线管都是硬塑料管 不同的电压和紧急供电系统的电线管都要独立安装 在做之前 所有的接线盒都用泡沫塑胶和胶纸分好 首先要在楼板上标记出灯的位置和接线盒的位置 而且每个接线盒之间的距离必须短博10米和保持平直 然后再用钉和铁丝将灯位和接线盒牢固地收紧在楼板上 之后呢 就可以用剪刀剪开塑料管 而在连接塑料管的时候 要用适当的配件 首先在剪开处打上胶水 再将塑料管套入接薄的位置 平行的塑料管之间 至少要有20mm的距离来注入混凝土 当遇到有伸缩缝的时候 两边也同样要安装上具有伸缩功能的配件 或者用按幅电线管转明幅电线管的方法来跨过伸缩缝 要记住 楼板的电线管必须藏在楼板的钢筋之间 而且不可以超过两层 要有足够的混凝土遮盖最好不做下弯管 而强深的电线管就要先量好开关和插座的位置 要注意强深管跟窗框和门框端子的距离 而混凝土墙深的塑料管也要藏在墙壁的钢筋之间 至于接线盒也要用铁丝扎紧在钢筋上 而砖墙外的塑料管要尽量垂直 其接线盒一定要用铁丝扎紧在钢筋上 以免贴砖时走位 如果安装住宅单位配电相处的墙壁厚度低于100mm 就要和瓦工师傅配合 注意做好案管和接线盒的混凝土收口 以免以后抹墙灰的时候出现厉害 明天有什么时候去尽量的 接线盒可以尽量抹墙的 所以我可以尽量